大家好,我是保持哥 那么经常有朋友问我呢 就是如何开始学习瓷器 学习收藏 掌握这种淘宝的知识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咱们在接触一个门内 一个专业之前 一定是知识是一片空白的 需要丛林学起 那么从浅显的 易懂的 而且是容易找到素材的这个角度去学习 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对于这种老物件而言更是这样 因为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其实很少碰到一些 比如说民国以前 宋元明清的瓷器是非常少碰到的 但是有一个类型 是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 就是瓷片标本 看一下我这边有个柜子 然后柜子里面看到没有 这个秘密码码的有很多麻袋 这个麻袋装的是什么呢 我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全是一些标本 瓷片标本 这些是宋代南宋的一些北宋的宋代的碗的产底 宋代的一个碗底 这里面有很多 都是自己买的 或者说有时候的瑶址去偶尔捡到的 然后这一袋呢 是青花的瓷片 这个是晚明的 崇祯的 这个是一个 如虎图 一个老虎的图 是明中期的 这是一代一代的 全是这种标本瓷片 青花的标本 那么原来我还有很多 现在就剩下这么几袋了 然后这个袋子是 五代时期的 这种非常典型的青尺 五代时期的青尺 它上面是有资金烧的 所以通过学习这些标本呢 能够快速的掌握 老实器物的这种特点 它的做工 开诱 非常的清楚 而且是确证 无误的可靠的这种 学习器物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能够多多的先 从这种标本入手 然后我这里呢 有自己的一个标本的房间 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都归好类了 然后放在这个小抽屉里面 这样方便 有时候找东西或查掠 然后我们就随便翻一翻看看 这里面很多都是一些 大多都是民谣的这种瓷片 分为各种的文式特点 比如说人物的 动物的 花鸟的 或一些图案的 或文字类的 这样方便大家能够 系统的分类的学习 那么这一盒呢 全是人物的这种标本 大多其实在我们当地 出来的都是民谣的瓷片标本 民谣的名谣的数量特别多 也有部分清代的标本 然后这里面有这种 民谣的先人独作图 看到没有 这种老的器物上的这种 右面的这种智囊的设置和状态 还有它的胎质 还有它底足 如果大家能有这么多标本 天天在手上去这么 抚摸把玩着 仔细的去感受 就能够对老的器物 有直观的这种理解和认识 所以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 然后还有这种先人生叉的 人物 这个是一个雍正的 望之成龙的一个盘子 这是民谣的一个音细 放风筝的一个音细图 然后瓷片有很多很多 然后通过学习瓷片 我们能够了解到各种文式 它的画法 包括发色的变化 通过这种不一样的标本 我们能够其实 有对器物有更加真实客观的认识 就是每一个器物 它的底足其实是多种多样的 不是简单的 画一的 统一的 那么简单的一种 其实它有多样性的变化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以后去接触整器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 经常在市面上 很多鉴定的那种专家 会说一个器物它的发色是什么样 它的胎质是怎么样 它的底足做法是什么样 其实都是相对而言 真实的在咱们收藏里面会碰到 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这种变化 所以如果你能够多接受一些这种标本 对器物的变化就会掌握得更多 如果有大量的标本 给它进行一个梳理和分类 归纳 这样你就会得到一些 相对来说比常人更加全面的认识 就是对于同一种文式 它的画法 有哪些种变化 这种是明代一个红制时期 仙鹤图的一个碗底 然后仙鹤的画法 人物的画法 如果你把它整个收在一起 同类的把它放在一起 就会发现它的画法多种多样 这样你对这个器物的认识 就会更加丰富 这都是一些长篇标本 因为出了很多 这就剩下几块了 包括这种鱼纹的 特殊的画法 然后这些全是宝杵 都是一个系列 一个系列的放在一起的 非常漂亮的明代中期的这种宝杵纹 还有这种全是海龙纹 通过这种系列的收集 使你对这一类的器物有深刻的 比较多样化的认识 这样你掌握这种知识 就更接近于原本的真相和面目 当然除了这些普通的 民谣的这种标本之外 我们也专门收集了一些 精美一点的 好一点的标本 也作为单独的 说这个盒子里面的 全是非常漂亮的 这种极周窑的标本 美轮美奂 非常的漂亮 南宋极周窑的这种 非常漂亮的 窑便幼的这种展 各种的非常漂亮 这个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个品种 所以以前也收集了很多 然后系统的把它归纳在一起来学习 是南宋景德正瑶 引青的这种 自己收藏的一些 非常好的这种优色的标本 这都是当时的这种 碗盘的这种底竹 非常漂亮的这件 所以 里面有很多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标本 所以东西不在于小 在于特殊 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三片 先介绍这一片 这片是一个红柚的 铲片 然后左边这个呢 是黄柚加上椎客 降彩的龙纹 名单中期官邀的一个姿势 那么最特殊的是这一小片 虽然它的尺寸很小 我们看到它这个 它的工艺是 里面是黄柚 然后外面呢 是一种瓜皮绿柚 加上一个 岔子彩的一个追客龙纹 这个品种是相当相当之稀少 那么目前 就是国内纯室的 这种整器里面 同类的还没有发现 然后只有这种 白柚外瓜皮绿柚的 这个岔子彩的食物 然后这种里面是 带黄柚的是 没有见过的 所以这种标本 也证明了 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品种 所以有些特殊的标本 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这个对于我们 以后去掌握 收藏学习整器 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 就对着参考性的作用 那么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一个 这种标本收藏 是在这个景盒里面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汇集了 所有明代的六字年款 的这么一个标本 一个碗底 而且都是六字款 然后我们按照顺序 给大家来说一说 这是大明红五年制 当然有一些 在历史上 本朝的是没有的 这个都是属于寄托款 就是在明代晚期 清早期这种寄托款 但是这种款式 即便在寄托款里面 也是相当少见的 所以我把它凑在了一起 组成一个系列 从红五开始 然后是永乐年制 是明晚期的 一个花卉的小碗 小盘 然后上面写的是 大明永乐年制 然后这一块是 大明宣德年制 也是明晚期的 一个狮子绣球图 这个都是寄托款 它们不是官窑 但是它们在明谣里面 这种六字款 也相对来说不是很多的 然后作为自己收藏的 一个趣号 我把它每个年份的 这种款都把它收集起来 其实是非常不易的 那么从宣德往下走 是空白期 空白期历史上 款也是特别少的 正同景泰天顺款 这种天顺款 所以这么多款放在这里 非常之少 自己可以留着 做一个纪念 很多我们对于器物的认识 都是一点一地 今年累月的从这些标本里面 最可靠的老的器物上面 来获取知识 所以其实有一句话 就是每一个标本 都是一位老师 所以在我认为 如果大家要学习实际的话 不可或缺的一步 尤其是刚入门的朋友 就是在知识 还比较浅的时候 多多去选择一些标本 来购买和学习 是非常必要的 后来我们 其实有时候也给大家 整合一些历代的一些 小纸片小标本 价格非常便宜的那种 给大家做一个入门的学习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到时在直播的时候 我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 然后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然后下一期 我们继续讲 学好词器的另外几个途径 第一个是书籍 很多书籍资料 每一本 其实都是一个课题的 一个成果总结 对于大家来说 选择一本好的书籍资料 来学习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下一期 来给大家聊 如何从书中来学习 第二个就是实践 然后每一本书 也是我们一个老师 每一个我们在市场上面 看到的器物和摊主 同样是我们一个老师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的对象 不仅仅是像我们市面上 所说的报班 培训的那种 一两个那种 人作为老师 更多的是 我们要从这些器物上面 和市场的信息上面 去获取知识 拜他为师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 然后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 然后我们 今天我们下午会继续 在室内进行直播 欢迎大家来观看 很关注